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3年4月18日,星期二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羅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今日的圖示,恆子今天是低開了,他曾經彈過最高2024年742,然後下來 原貨圖昨天站穩了55MA,但因為IG有些MA還未站穩,看看Patreon的日線圖 這個IG,日線圖,之前也說到這裡有89MA,如果這個MA也站穩,才會比較像是3 否則它的2浪應該還未完,89MA,看到昨晚也沒有站穩,所以就算這個 這個現貨圖這裡站穩,都還未確認到,要看它這個場外指數,IG這裡 它也要站穩89MA,這樣才會比較確認 現在就是,不是太像是3樓開始,主要因為它由這個位金叉,之後上去,它還未死叉 這個位金叉,就算是1,2,3,全部都連在同一個浪裡面,譬如說這裡是1浪,如果2浪 如果又開始3浪的話,很少說1,2,3,就加起來在一個浪裡面,一個STC浪裡面 譬如說它1,2,3,然後呢,它這裡一直都是,中間完全沒有死叉 這樣就,就不是太合理,所以應該稍後,其實這裡也應該會有個死叉 這個死叉應該是,有機會是2浪,譬如說它的2浪其實就應該還未完 就算它破了頂也好,這個未必是1浪的頂 這個可能是2浪的一些反彈,因為1浪可能是這裡 這個譬如說是一個平台浪也可以的,這個是平台浪A 這個是平台浪B,也可以 這個可以,現在它在這裡死叉下去,它會有個平台浪C 當然不會跌穿,不會跌穿前面的底,因為它是1浪,2浪,會走3 當然假設是1浪,如果假設是1浪的話,這就是2A,2B,2C 這樣才再上,所以覺得2浪應該就還未完 2浪調整應該還未完 2浪調整應該還未完 這裡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就是這個WY,還差一個Z 這個是一個3重3,3重3的反彈,是可以穿多過之前的浪 即是長過,它的反彈可以長過之前的浪 所以都沒有問題的,但是它也像是,也有機會可以構成一個平台浪 無論是怎樣也好,它也像是會,這裡會是,跌一跌下來,這裡要做個死叉 暫時都是這樣的看法 那,看回它那個日線 那個MACD也是,這個金叉 接著一隻上去,都未說有個死叉 似乎要死叉完才上 就是這樣 因為很少說1,2,3浪 都是連在同一個MACD浪裡面,應該就 不太合理 所以恒指現在這些位置就會是,看它會有調整 它也有調整 它也有調整 那,這個STC 在小津圖 也是在超賣區以上,或者是超賣區以上 是可以做到四叉 如果它是平台浪可以跌穿這個位置,也可以不跌穿,但如果它是三重三,應該要跌穿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跌穿的機會稍微大一點 暫時看它有機會是回到STC,要回到超賣,就是超賣的位置 看看上陣指數 看看上陣指數的日線圖,今天頂部暫時正在呈現約束 但因為恒指也有機會再調整一下才上 所以這裏也覺得上陣指數也有機會做一下調整 這樣才上 它這個位置已經站穩了,即是前面頂位已經站穩了 所以應該可以去到 應該這個3447 應該遲早都可以去到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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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禮拜可能是縮一縮 有個上陣指數會長一點,下個禮拜可能會是 然後可能會是 那麽 都可能先呈現一下陰竹 甚至是手陰竹 也還可以 那麽 但之後也有機會去這個位 那麽 那麽就是說在日線圖看呢 應該就是 接下來的走勢應該是調整一下,再去3447這個位置 短線會有調整,看看道指走勢 看看道指的日線圖,昨天收了陰竹,有少許利淡的信號出現 看他的阻力位,暫時都守住,他曾經站穩1.618,然後失守 失守了,可能也會有些調整出現 因為恆子也有機會有調整,所以他在這裡看STC,他就像是由這個位置 就是由這個位置做一個A,這裡上去就是B,會有C,所以應該就是,現在上去的那一層就是B反彈 會有C,即是A,反彈這個位置是B,會有C,如果是這樣的話,C應該去到藍色的那條55mm,才會比較像的,比較合理的,去到這些位置 看一看他的周線圖,他在這裡上去都應該要做對應他的一個調整,即是有陰竹出,周線圖有陰竹出,這樣才會比較合理的 因為他在這裡走一個1,2,3,4,5,應該就是這樣走,所以他周線圖就是看他會不會今個禮拜出,還是下個禮拜收一支陰竹 就是這樣,都很大機會有陰竹出的,周線圖,所以現在呢,尤其是他日線圖是相對高位,所以就應該差不多會是,這裡會有個調整先的了 就看來看那看來看,就會看來看那些陰竹 那這邊這邊看一看,看來看那拉子啦,那舊 댓頂就是周線圖呢!也可以有些很偏大伸述的那些不能試圖 STC也是在overboard的地方做了4X 快慢線都上到接近脫離,慢線就快線脫離了 這些位置都是比較難是繼續上 月線圖方面也去了一條MA,就是那條34MA 34MA看到以上也有些固滑,看回日線圖 日線圖也是相對高位,它有空間繼續下 就是MACD可以繼續下 也是STC的準備死叉,看到這裡黏得很慢 即是收窄了,準備死叉的話就下去 短線看回4小時圖,數量方面 它這裡有機會是走 可以先當A,這裡是1,2,3,4,5,就是A 由這裡是A 有一個反彈,A,B,C這樣的反彈 這個構成B 會有C,C1,C1,C2,C3,C4,C5 所以暫時就覺得不應該先穿B這個位置 它有C下去,所以不應該先穿B這個位置 然後看下面那條MA 或者看跌穿前面的這個底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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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跌下去 看看黃金的走勢 看看黃金的周線圖 周線圖看到他 MACD也是準備有少少上收縮 Histogram有少少上收縮 那這裡有背池 看到 MACD有背池 Histogram有背池 Histogram有背池 那這裡是同一個浪 看到 金叉 都未做死叉 都時間內的 都時間做在同一個浪 那麼 同一個浪 即是這裡這一段 他應該稍後都會做一個相對應的回套 回套的時候跟比例有關 Retracement 所以暫時比較短線 看1946 然後比較大機會去1883 因為通常都可以回一半 一個MACD浪 通常都回到一半 所以再保守一點 就可以看1883這些位置 周線圖 有些比例的位置要留意 留意他就是 這個星期的阻力位 就是2018以上 也不是說一定會反彈到那些位置 但是 如果真的碰到這些位置 都是會有困難的 這個星期的支持 就是1977 如果他站不穩 就進一步看1936 剛剛也說到下面 這個星期的位置 也會有些位置 要回套 稍後 所以也有機會 留意下這些 下面的比例位 看看這個星期的位置 看看這個星期會不會站穩到2018 如果站穩到的 看2069 否則站穩不到 然後呢 就是看1977 1936 這些位置 看看那個日線圖 這裏 前面跌穿了位置 跌穿了位置 之前有一個數法 那個位置 那個數法 就 不成立了 1 2 3 4 那這裏 那這裏 走1 2 3 4 那這個5 之前有個假設 就是他會這樣走1 2 3 4 5 但是他就已經破壞了這個數法 那就會變成 變成比較難數 現在這個浪 純粹就是知道他應該就比較利淡了 除非他周線 現在就要看周線 究竟是 站不站得穩那個 站不站得穩那個2018的 就是現在都比較看淡 因為日線圖 他破了位 4小時圖 所以如果周線站不穩2018 站不穩 站不穩 都是比較看 看跌的了 那就看看 看看 原有的走勢 那看看原有的日線圖 那看到就開始回的了 日線圖呢 他這裡走了一個 1 2 3 4 5 那 就開始回的 回的時候呢 都是看回這個浪 一個MACD浪的比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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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racement 那 普遍0.236都大機會到的了 那 所以呢 就 也都是 50%的位置 可以進取少少 可以看50%這些位置 那些 73 73.88 那 近一點就76 這樣 那 都是應該有機會做了這個浪頂 這個位置 那 那 就看他這裡 是 有機會會一半 那 那 那 就看他這裡 是 有機會會一半 那 那 大概 78.3 那 那 那 看看 美元指數 那 看看 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的月線圖 那 那 那 看到他有些反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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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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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收陽速會不會是1G就算數應該會比較多 可能最少都好像這邊4G 但他曾經上個星期收到89MA以下 變成有些訊號會矛盾 因為收到89MA以下他最終都會去到144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可能他會彈幾個星期再下去下面的144MA 看一看日線圖 看看4小時圖 他有個位置破了 應該是小時圖 昨天說到這裏可能是一個小時圖是一個ABC的反彈 這個位置升穿是不同的 但是升穿過後他只不過是一個ABC 也沒有再有個五浪 變成這裏也像是一些反彈浪 像是一些反彈浪 會是一個反彈浪 就是一個WZZZ 但是這裏 看見他回套又回套得笑 後面這一站也升得不多 變成比較難說他在走什麼浪 如果他在走一個ABC ABC 即是前面是A 即是前面是五浪結構 既然前面有個五浪結構 即是他有更多其他的可能 比如說他這裏會不會有個一浪 這裏會不會有三浪 這裏會不會有三浪 所以這裏會不會有四小時圖在一起 找了89MA 即是有機會去144MA 可能這裏會一會 看到二浪簡單 一支陰燭 四浪可能複雜 有幾支陰燭 可能會再上 因為這裏上去就不像一個五浪結構 所以他應該就 即是不應該和這裏重疊 如果他一重疊的話 就比較像是反彈浪 應該是跌穿 不應該跌穿 這裏不應該跌穿 他不跌穿 所以他還是有機會走1,2,1,2 這樣 都可以繼續向上數 所以這些位置就 就不應該跌穿 沒有跌穿 可以繼續向上數 向上看 這樣 看日線圖的MACD趨勢 有點像是想 彈高一點 因為日線的MACD也低 因為日線的MACD也低 這些位置也低 上回水線的機會也大 還有周線如果真的 真的陽燭 他這裏有金叉 看到周線的STC 由這裏死叉 跌了幾個星期 金叉的時候 應該有機會跌回幾個星期 即是他這裏 這個跌浪可能結束了 這樣 反彈幾個星期 前面也有四支 即是四支陽燭 這裏最少也有四支 前後加上就是六支 這裏的陰燭 即是高低位 拿回最低和最高位 加上就是六個星期 這樣 所以如果反彈 這裏也可能會反彈四五個星期 大概是這樣 這裏也會反彈四支 那裏也都屬於相對低位 還要像是一個W底 那樣的一個形態 那所以 暫時又不是看得太淡 那加上那個黃金 那加上那個黃金呢 都似是會回落 跟著恒指也有少少想是轉回跌的 那就是會調整的 那這些都有利那個美元指數 還有剛剛還沒估計 都似是會有調整的空間 那所以這個美元指數 應該有機會再上回 高多一點 那暫時是這樣的看法 那這裏的位 那可能比較粗略的估計 都是有機會一半 都是一半的位 就是這個跌浪的一半 可以看著那些位置 一百零二 點九四 差不多一百零三元那些位 可能就是 那 看到這個浪呢 它站穩了零點三六 那所以這個位置比較大機會去到了 一百零二點三三 即零點三八的這個 retracement 都比較大機會去到的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可以給個like 還訂閱Youtube還訂閱 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按理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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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